i don't want that bitch i feel like golden ramsay how i flip my fucking wrist if your hoes spent my inbox then i block a quick all this jewelry on me so i keep a stick bitch i flip my wrist yeah i flip my wrist bitch i flip my wrist yeah i flip my wrist bitch i keep my stick yeah i keep my stick bitch i keep my stick yeah i keep my stick okay like pop out bitch you know i keep it on me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boy A卡看啥 大家觉得自己潮吗 或者说潮流到底是什么呢 什么样才叫做潮流饭呢 是不是要穿的像陈冠西或者是吴亦凡这样子才算是潮呢 在我看来潮流是每一天都在更新还有变化 潮流就像一个圈子一样 也许今天我们觉得是一样的东西会潮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又变得过时了 一些明明已经过时的东西过了几年 它又重新被利用成为新的一种潮流风格 注意潮流这个方面呢我们其实不用太着急的 你看那些曾经的潮流老大 他们现在都开始玩道跑 是不是已经玩到了残道或有为无的境界呢 资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潮流大环境当中 我们真的不需要着急 只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潮流风格就足够 今天A卡就打算为大家带来五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让大家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潮流风格 我觉得潮流搭配就好像打游戏一样 无论我们觉得自己打得多屌 总有一些韩国产打得比我们厉害 正好潮流和玩游戏有一个区别就是 创得好不好看 其实都是由我们自身的这个搭配水平 还有个人的这个气质来决定的 但是打游戏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打游戏打的菜的话 被推塔的时候还是会被推塔 被爆头的时候还是会被爆头 潮流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自己做自己 因为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代言人 第一个就是要找出自己的兴趣 我觉得兴趣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所有的时尚还有潮流搭配都有某种特定的风格 比如休闲运动风 技能风 那个grunch 哑皮风格 还有这个嘻哈 街头服饰 比如说你是一个活泼好动 喜欢运动的这个体育男生 那么你肯定会比较习惯穿一些修行运动风格的衣服 总不能让一个喜欢运动的大佬也没有去穿这种简称的牛仔裤吧 如果你喜欢hiphop 嘻哈音乐 或者是滑板文化 那么你肯定会比较依赖于街头 潮牌这样子的服饰风格类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打游戏啊 汉动漫的男生的话 那么现在就有很多那种叫做赛博朋克啊 技能风啊 二次元啊 brunch啊 牙皮风格啊 这样子的服饰呢 就比较适合你个人的这个选择 无论你是喜欢滑板也好 音乐也好 动漫也好 反正就是从你自己的兴趣出发 兴趣就是你个人最好的老师 有了兴趣这个出发点 你才能为自己以后这个穿单啊 固定你基础 然后你的这个服饰搭配 还有你购物啊 你选购这个潮流单品呢 你才有一个这个方向感 就是通过衣服来表达自我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时尚潮流搭配 其实就是个人特质的一种外在表现嘛 所以你一定要找出自己的兴趣 然后找出一些可以代表你自己的服饰 让你觉得舒服的衣服 所以一切从兴趣出发 if you feel good you look good ok搞定兴趣之后 我们第二步要做什么 发掘这些潮流单品的细节 相信我任何的潮流单品被设计出来呢 并不是单独的冷冰冰的个体 它背后的设计师所设计它的时候 会想到有一定的理论气息 还有它本身的搭配工资 你买了一些潮流的单品之后呢 你记得一定要尝试去搭配它们 比如我个人经常日常所穿的这一条 黑色的Levis拖动牛 有点摇滚高届的感觉 或者说是slp的感觉 然后呢 这是一条呢 来自于off-wide的工业束带 就觉得它身上有非常浓厚的技能风 所以给这条裤子戴上这个off-wide的工业束带 反正两种不同元素的东西呢 我就会把它们搭配在一起 所以呢 搭配是很重要的 买了你的插流单品之后呢 我建议大家呢 尽可能的去搭配它们 第三个要学会实验性的试穿 我觉得时尚潮流分分钟让你充满惊喜的同时 也会让你充满了失望 自己晚上看中了一些东西呢 我就会哇 好兴奋 好喜欢 非常的high up 然后我就会下单啊 购买啊 然后我买了之后呢 还要不断的查单号 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到 不断的刷新刷新刷新 这等待的就是快递小哥的到来 然后快递小哥到之后呢 我还不会马上去开门 还要等待好几秒 这样子显得我有其他的事情在忙 显得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一点 好兴奋 打开之后看着也很爽 很满意 但是你一试穿 一穿上当 跑到镜子面前去看 哎呀我的天啊 所以购买一些潮流蛋品之前 我们一定要学会去试穿它 我们可以试穿一些 我们本来认为好看的东西 试一下穿在自己身上 是不是真的好看 我们也可以试穿一些 我们本来并不感冒的东西 因为这样子可以打开你无间的可能性 有时候潮流的东西看着不好看 并不代表你穿上它不好看 所以如果我们学会了试穿 我们就可以更省钱省时间 而且你以后的搭配呢 你就会更重庸更舒服 让潮流搭配 尝试一些平常人不会做的搭配方式 例子 把药包挂在胸前 要是在以前的话 很多人就会觉得你很low 但是现在呢 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搭配方式 因为潮流的东西 除了有创造之外 还有二次被创造的可能性 比如说以前的Nike Mirage 是一双老跌鞋 曾经所有的年轻人 都不会穿这样子的运动鞋 直到坎尔吹出了E10的700系列之后 所有的老跌鞋鞋管都被抢够一空了 再举一个打破常规的例子 Kanye West 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火呢 我觉得他火 就是因为他勇于打破常规 他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作为说唱歌手 他的穿衣风格 就和当时的所有的rapper 是完全不一样 以前的rapper 穿衣服都比较偏这种 Gang 东安或者西安的这种 诽谤的这种风格 要裹化的头巾 大项链 那种oversize的T 但是Kanye West当年呢 他偏偏要穿得像个高贵 最优雅的大学生一样 作为设计师的时候 他偏偏和那些光鲜亮丽 霸道总裁一般的设计师 不一样 他设计的风格 意识系列 偏偏要搞得像乞丐一样 作为一个成功的黑人 他偏偏不娶小家碧玉 加近清白的女人 他偏偏要搞卡帝莎 Abru Rosa 这样子 作为黑人 他偏偏要 这个就不说了 因为有时候还是要破清点 界限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Kanye他火呢 就是因为他不走情商路 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要打破常规 而且他一直秉承还有实验者 这种打破常规的思维 每一步都在世界证明着他自己的选择 还有他自己的独具慧眼 所以我们自己也要一样一定要学会 打破常规的思维 第五点要学会进化与提升 时尚街头潮流服饰穿搭 我觉得他给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正能量 通过我们不断的了解这些时尚 还有文化背后的这种含义呢 我们搭配技巧 还有水平提高的同时呢 我们个人的这种素养 还有文化内核呢 也会逐步的提高 好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谦虚 还有努力学习他人优点的这个习惯 因为我觉得潮流呢 它是信息万变的 每一天都不一样 人们的创达方式 还有创达风格也在不断的变化 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研究 还有学习他人优良的这种搭配方式呢 来提升自己 这样子我们在这个潮流的风口里面呢 就会处于永远的不败之地了 OK以上这五点呢 就是我为大家总结出来的 找到适合自己潮流风格的方法 如果有人会问 如果我喜欢很多不一样的潮流风格 那该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真的是太爽了 多藕字不好吗 所以我的潮流风格 我觉得都没有说跟风不跟风 这样子的说法的 只有现场模仿 还有去采纳利用 根据我上面的这五个方法呢 去找到自己的兴趣 然后去发掘自己的无尽可能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然后最后以这个我最近觉得挺挺对的 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潮流嘛 其实就是亮丽而行 愉悦自己 希望大家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潮流风格 好了 我是你们的boy A看仔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的影片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Peace 对 by bwd6